2019年12月底 武汉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肺炎病例 后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记者1月21号在武汉火车站近站口看到 正值春运高峰 车站人流密集 大部分旅客均佩戴了口罩 现场工作人员称 武汉火车站自1月14号起 设置了16台红外测温仪 若发现有旅客体温偏高 会被要求接受进一步检查 在上海工作的孔女士当天在武汉火车站进行转程 她告诉记者 后车站人员密集 所以选择在近站口外等待 在20号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回应 目前武汉的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出境离汉人员管控措施 武汉市已提出将采取更严格措施 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 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此前 武汉市副市长陈谢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1月14号起 武汉市在机场 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 客运码头安装红外线测温仪 配备手持红外线测温仪 加强离汉旅客体温检测工作 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 发放宣传手册和口罩 免费办理退票或改签手续 指导转诊到辖区医疗机构并进行登记报告 有官方媒体报道称 1月19号 武汉再次部署出境离汉人员检测排查工作 同时对室内公共交通工具强化进行日消毒和每班次通风 戴个口罩就行了呀 就是出行之前先问一下嘛 就传染率高不高什么的 然后就官方发布的消息都是可控吗 我的心态其实还好吧 我觉得相信国家相信政府吧 我觉得就是政府这边还有媒体这边 要及时播报这方面的新闻 就是告诉公众应该怎么样去做 让大家不要恐慌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